各位,我是卡洛斯 上一集我們已經做到結他形態 就不要讓他停,繼續開始第二集 一開始我就要用這種有啤鈴的屁股刀 去剪裁面板的邊線 一般人會用手握的屁股 所以我就調轉頭 用倒裝的屁股去剪裁面板 而手握的屁股有別的用途 例如背板上面 中間雙瀚花邊的屁股 就要用手握屁股去剪裁 剪裁完後就要用膠貼好花邊 反轉塊背板跟面板一樣 要畫線來貼好一些音量 而背板的音量沒有面板那麼多 只有三條大陣 說到背板的音量很特別 因為背板需要構成一個 6350mm半徑的弧度 因此三條的音量都要經過在弧度盤上打磨 那它的弧度才對 而背板的正中心還有條龍骨 主要因為背板都是左右對稱來併貼而成 不黏一條龍骨就很容易在中間爆裂 小心翼翼的切好三條音量之後 就要放上固定架上面 用彈簧或者木條來支撐好音量 大家留意下在支撐過程 我也是在下面放了6350mm的弧度盤 只要三條有弧度的音量 如果緊貼背板貼好 背板就會成形 再來我們回到琴身 把琴筒的側板按照需要的弧度畫好線 再用木工跑去修正 最後也是用剛才的弧度盤 在上面貼上一塊砂紙 就可以用來打磨琴筒的邊緣 由於背板也是用弧度盤成形 而琴筒也是用弧度盤去打磨 所以最後兩隻弧度應該一樣 可以緊密地貼合 但是在貼上兩隻之前 都要跟面板一樣加上邊條 這樣兩隻才能貼上 其實貼完邊條 都要再打磨一次 因為邊條貼的時候 都未必貼得這麼貼邊 所以在這個時間 再用弧度盤打磨一次 就連邊條都會有弧度 其實貼完之前 還有些細緻的東西要做 例如邊條都要調整位置 去配合背板上面三條陰糧的位置 而陰糧的頭尾都需要修正 在貼完之前 這個時間 如果不黏好自己的招牌 遲些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就在背板這個位置 貼上卡洛斯的招牌 好了 現在才可以真正正在邊條上面 塗上太棒膠 然後將背板貼上去 現在我用這個模具 就是一個慢用的結他模具 不同尺寸的古典結他 或者文國結他 都可以用它來成形 等了一晚乾透之後 就可以拆去這些圓柱夾 然後又放上到裝樓機 把背板剪掉 來到這裏 基本上結他形態已經在這裏 可以拿上手 看看就不就手 之後 側板這個甲口位 也要拌一條槽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 就是跟背板相連的位置 背板有條花邊 側板也要貼一條花邊 來跟背板的花邊相接 好了 接著我就要介紹一下 我手上這兩把這麼有趣的拌刀 這兩把我叫它做T型刀 因為它的形狀好像T字一樣 用它的目的 就是在結他邊角的位置 拿出一個L型的甲位 這個甲位要做得很準的 因為在這個位置 是要封上花邊的 以前人們找鑽 慢慢用手鑽 就要很高很高的技術 現在我們多數用收邊機 沿著邊桶收出來 這個粗幼才能夠均勻的 接著的操作就很艱難了 我們要使用這些這麼幼的木條 白色、黑色、白色、黑色的雙拼 然後呢 就慢慢貼上去 剛才拌出來的這條邊 看到你也覺得難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封邊的過程 可以說是結他製作裡面 最花時間的一個地方 順便用琴柄的尾端 用一塊玫瑰木蓋著它 去配合顏色 這個時間 卡洛斯突然想起 有一樣東西要去做 因為我自己彈過很多的結他 都會發覺彈彈一下 那條餅就會彈曲了 所以我打算在餅上 陷上兩條的碳籤 去鞏固這條琴柄 下一步就輪到和面板加花邊 這一部分比背板更難一點 因為背板的花邊 就是四條木條 而面板的花邊 是七條木條 所以L床又闊一點 而封花邊的過程就更加複雜了 封好了就要等乾 而乾了之後 要撕走這些定位的皺紋膠紙 都要很有耐性 一個不小心 就會撕爛一塊雲纏 相對來說 背板的膠紙 就可以撕得更快 之後我們要用到 木工刮刀 因為這些剛貼好的花邊 怎麼都會突出 在這個時候 如果用木工菜汁 又怕會破壞面板 而用沙子就會太慢 所以用木工刮刀 來修飾就最適合 當然 最後再擦一擦沙子機 就滑到沒得頂了 整個琴身都搞定了 就輪到準備指板了 指板就有一塊黑痰 而指板上面的品絲槽 都要經過十二平均率的計算 然後用CNC機撕出來 而撕好品絲槽之後 就可以將品絲逐條逐條 塗進坑裡 當指板都黏好了 在琴柄之後 我們就要計算 琴橋的位置 方法就是由十二品開始量度 十二品和琴橋之間的距離 應該和十二品和零品的距離一樣 不過我們通常會加2mm 作為按下了現線之後的距離修正 肯定了琴橋位置之後 就要用皺紋膠紙封好這一個地方 做到這個步驟 就應該做一個琴 上下左右前後 都用刮刀和砂紙去做一些打磨 去為上七做好準備 琴就差不多準備好去上七了 原來我查回Facebook 剛剛開始開料做這個吉他的時候 是5月11日 即距離現在整個月了 你不可能在短時間 一個禮拜做起一支吉他 一定要登場慢慢做 我聽別人說 做一支吉他都要花200個小時 我用了一個月時間去做 有時就做十多分鐘而已 有時就做半個小時 最多那次就是蓮花邊那次 用了三個多小時 我想平均來說 當我工作二十日 我都應該做了三四十個小時 什麼東西驅使我花那麼多時間下去 第一就是享受製作過程 而第二就是我很期待 聽到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吉他聲音 好了 剩下的工作不簡單 因為打磨上七拋光 都是最花功夫的時間 而且最後這些舉步 包括上弦枕下弦枕 調弦等等 都是對吉他的音準 音色影響很大 希望大家看完我第二集之後 都有心機去追上我 由零開始製作古典吉他的第三集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